就想問一隻三伯伯,他說如果現價逐步去收貨的話,價位是否正確呢? 他說他想逢低吸納這樣,那哪個價位會比較理想呢? 他說他不想月工,只是想尋找位置買,就是自己做月工 就是要駁到低位,當然如果自己做到,其實也是OK的 因為某時候比你強行月工來說,每個月強行同一天來做,那更加靈活的感覺 但是這個就真的要自己保持緊,或者每天都看著 甚至乎都要跟自己說是分島住,因為你自己去分交替買 你每一次都一定要一手一手買,但是月工起碼不需要一手一手,就是可能那個銀牌是可以少一點的 所以又有各有各,或者這樣說,所以你真的要做到這件事,自己斬了這麼多柱,分島去買就OK了 但是如果這個港交所這些位置,我想可以先等一等 因為始終他很明顯都是跟著市場的氣氛,或者跟著市場去走 始終很多那些譬如新的產品,新的收入樂園那些 其實暫時都未成氣候,就是比較偏僵的中長線,才會多一點的貢獻 那變成即時來算,都會看著市場,成交,氣氛去做人 那正如剛才講港股也講到就是,現階段未容許是一個大升 所以廣告所一定不會這麼快升,這個我想不需要太急 那所以反而看有沒有機會放一些低些位置,才能慢慢去買 那我想第一個位置呢,比較好少少人三百五邊 如果下這些位置附近,你如果完全沒有貨的,才考慮下第一下 那如果有機會,譬如如果真的分家定去買,可能大概五至八百分之後 才再加住,這樣會慢慢去買,那就會好少少了 那但是現在這個位置,我覺得可以暫時先看一看 你自己覺得,港交所是否一個儲貨,或者是一個月供的好選擇 其實如果你說月供,或者是慢慢儲貨,那港交所是否一個中長期 我覺得又不會看得特別淡的 始終它有它的獨特位置,還有剛才說的 就是它其實中長線有很多的憧憬 那但是這些就要真是給時間去發酵,去等 那所以要真是有個心理準備,是比較真是坐牆少少 那如果你說以貨短來計,除非這刻是大牛市 否則的話,其實不是那麼牛氣衝天的話 其實短線港交所就很難會大升,會有波幅 但是不會說怎樣大升著線 再偏見一次,因為我賣她的嘴巴 因為我強姿的嘴巴 就找我有一個在此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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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而且十分明顯